再往左边一点 不行 中间一点 哎呀又歪了 再右边一点 好了 木小草的声音不断响起 她正在指挥着木水贴春帘 此时此刻 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不管一年过得怎么样 总之过年都是件喜庆的事 母女三人也同时选择暂时原谅了木水 于是家里又恢复了以往的欢声笑语 木小草 木秀 周水莲 一整天都在为晚上的年夜饭做准备 三个人忙得团团转 李畔帝背着小花 时不时进来拿点吃的 下午则是打扫卫生 贴春帘 不然明天就是初一 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 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 否则会扫走霉运破财 而把扫帚先引来招致霉运 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 怕因此会破财 等一切都收拾好后 木小草却收拾了一床被子 指着院子里闲置放着的一张木床 对木水说道 爹 你先帮着把这床挪到后山口那个山洞吧 小草 你这是要干什么 木水诧异地问道 等今晚吃过饭 我就带着叛帝去那里住一晚上 木小草解释道 姐 你好端端地去山洞住干嘛 木秀也是一脸的不解 我都是嫁出去的女儿了 初一待在娘家不吉里 等初二我们再回来 木小草解释完后叹了口气 木小草经历过一次生死 开始有些相信鬼神之说了 所以就算是她已经跟李星智没了关系 但是还是心中有些忌讳 这个家才刚刚开始过上好日子 不能因为它又开始倒霉 所以木小草才主动避开 有些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天烟沉沉倒 今晚没准要下雪 你带着叛帝去山洞住 染上风寒怎么办 咱家不忌讳这些 今晚呀 你们哪都不能去 就在家待着 周水莲急忙出言阻拦 不行 老话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铺盖带厚点 再烧个火堆 不冷的 木小草态度非常的坚决 木小草说完后 看着大家都是一动不动 他倔着自己上前去抬住床 李盼帝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看着木小草去抬床 也赶紧跑过去帮着木小草抬 周水莲眼圈立刻就红了起来 嘴里只喊着造孽 木小草如今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们造成的 姐 这房子是我的 又不是爹娘的 寄会里可没有说过年 不能去妹妹家的 木秀忽然说道 木秀的话 说得大家都是一愣 对啊 这房子的主人是木秀 按理说 这应该是木秀的家 秀说得对 咱们都是住在秀儿家里 没有什么娘家不娘家一说 赶紧 把东西都给我放好 周水莲眼前一亮 一边说着 一边上前去 左手拉着木小草 右手拉着李潘蒂 不让他俩再去挪猪床 姐 你要再说什么 爹娘跟你一起走了 总不能就留我一个人 在这里过年吧 木秀可怜巴巴地看着木小草 娘 我想跟二姨一起过年 李潘蒂怯怯生生地开了口 你呀你 行了 我们不走了 今年一起就在你二姨家过年 木小草的话一落地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李潘蒂更是笑得眼 都眯成了一条缝 晚上大家齐聚一堂 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 又得让人食指大动 红通通的油闷肘子 香喷喷的糖醋排骨 脆生生的竹笋鸭汤 焦香的炸鱼 炖得油黄油黄的鸡汤 看着都让人咽口水 唯一美容不足的 就是大鹏被破坏了 里面的蔬菜都没了 所以这一桌菜里 能见到的绿色 也就是大白菜了 木秀先撕下了一只鸡大腿 放在了李潘蒂的碗里 又将另外一只鸡腿 放进了周水莲的碗里 李潘蒂还小 周水莲还在喂奶 让他们多吃点 木萧草望着吃得满嘴油光的李潘蒂 她的眼睛里 疑似有泪珠闪烁 多少年了 他们娘俩没有在大年三十上过桌 永远吃的都是残羹盛汤 今年年夜饭上 第一次没外人 大家的心情跟往年都不一样 说话也都随性了许多 想吃什么就大口吃什么 不用小心翼翼地生怕多吃一口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用怕突如其来的斥责 小小的桌子被围得满满的 墓水周水莲望着孩子们 笑得嘴都喝不拢 一家人在一起 才是最开心的 这时还没有什么春节联欢晚会 也没有电视机 大年三十儿就是吃吃喝喝 打打牌聊聊天 一起守碎 娘 饺子差不多应该好了 我去乘好端过来 沐秀起身去厨房 走厨房门时 沐秀发现 外面竟然飘起了灵星的雪花 他脖子缩了缩 快步往厨房去了 只是刚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 却听到外面 有零碎的脚步声响起 谁 谁在那 沐秀眼皮一跳 他脱口而出 这三十儿的晚上 难道还有人来闹事 是我 一道低沉的声音轻轻响起 陈大哥 沐秀立刻就认出了这是陈徐辉的声音 是我 陈大哥 你等等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在家过年啊 沐秀一把拿下厨房的油灯 往大门走去 沐秀伸手开门时 有些惊讶地问道 不过刚问完 沐秀立刻反应过来 不再继续说下去 他这会儿只想给自己两巴掌 这个孩子啊 真是可怜 我只是路过 这会儿就回去 陈徐辉扯了个别角的理由 他才不会承认 因为听到沐秀家中的笑声 忍不住走到这里 哪怕隔着墙 哪怕只有模糊的声响 也比他一个人 待在空空的房间里 要温暖得多 只压 沐秀打开了大门 陈徐辉抬起头 只见沐秀手中举着油灯 绝黄色的灯光充满了暖意 柔和地撒在他那张 小巧精致的脸上 竟然显得格外的温柔 我娘也是这么温柔的吧 陈徐辉心底 忽然冒出了这个念头 紧接着 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 沐秀比他还小三岁呢 陈大哥 快进屋吧 沐秀有些内疚地 上前拉起了陈徐辉的手